提升友善补给乳室环境 新竹市政府办理补给乳室认证 最近选出26间特优的补乳室单位 进行简单隆重的颁奖典礼 希望鼓励更多企业场所加入 设计补给乳室 为母婴创造友善的补育环境 因为我们知道 母婴补育的好处非常的多 对于宝宝的这个成长 也非常的有帮助 而且可以促进亲子之间的关心 新竹是它这个出生率 非常高的一个城市 那才年多年来都是出生率 都是地域的 当然我们市府团队 对于富佑政策也非常非常的重视 那根据国民健康署 105年的母婴补育的调查 那我们新竹市在产后 妈妈一到六个月 母婴补育率大概有77.6% 高于全国73.8% 可见我们新竹市的爸爸妈妈 对于我们这个小baby的胃养 是非常的重视的 那我们新竹市卫生局 也结合了这个各大的公共场所 还有机构来推广设置这个青山环境 也就是设置这个木乳捕育室 抱着小孩出门在外 孩子饿了就是要吃东西 补给乳市提供舒适的沙发 设备与独立隐私的空间 让妈妈们可以放心捕育孩子 育有一个小孩的冯小姐 就指出补给乳市 对现代忙碌的妈妈们而言 确实提供了便利的服务 我觉得有补乳市是对每个妈妈都非常的方便 因为现在的我们生活很忙碌 然后呢如何要跟孩子 还有我们呢 如果如何让我们可以呢 在外面也是很方便的 就是他饿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腐吉乳市那边喂他 新竹真的是我们这个幸福的城市 真的非常特别 按照我们现在的统计呢 我们每天来腐吉乳市的 这些妈妈们小孩子们一起 所有的人呢 平均平日大概一天有五六百人 到假日有一千多人 要进出我们的腐吉乳市 它的使用率非常高 现在我们甚至于已经在考虑 要不要再扩大 甚至于有两个地区 因为在新竹真的是非常特别 也非常需要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 把这一部分把它做到最好 新竹市卫生局也推出 24小时母乳咨询专线 以及友善心哺乳室APP 方便民众搜寻 以及了解更多哺乳知识 全方位提供新手爸妈 照顾宝宝的健康 凯博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